在京东的一家全球购账买了一块浪琴的手表 然后是买来送给我的老张人的 夏先生说 手表是在京东资财海外专营店买的 活动当天的价格是9,020块钱 比平常便宜了将近1,000块 但到手后他发现不太对劲 我实际上手上拿到的这块表 是外面一圈是有螺纹的 但是官网上和他们的宝贝详情 都是没有螺纹的 所以它的机芯是不符的 夏先生指出 机芯这个部位是螺纹 而页面展示的这个部位是光滑的 还有三个突起点 另外秒针的震动频率也不对 你看它指针是蓝色的 它是新款 它的机芯是L888.2 但是官网上L888.2的频率是25200 也就是说一个小时它震动25200次 也就是说3600秒一小时 相当于一秒钟跳七下 夏先生说 这块表应该每秒跳七次 实际上却跳了八次 手机里有段视频是通过慢动作拍摄的 他数了下一秒内指针的跳动次数 1 2 3 4 5 6 7 8 我就怀疑这块表是假的 商家最当天晚上的态度是 只要这块表发货了 就不以任何理由退款 资财海外专营店的客服表示 表示正品不支持退款 另外夏先生表示 保修卡没有填写日期 他咨询了客服 客服说保卡有张并且是填写的 但实际上这张保修卡 没有张也没有日期 对此客服没有解释 只是说可以帮夏先生 申请退款退货处理 夏先生不接受 把相关视频和图片 上传给了京东平台 他告诉我 他看不出明显区别 我就是想要 京东承诺的假意配事 记者把情况反馈到京东公关部门 对方表示需要进一步调查处理 188黄金眼记住报道 关注188黄金眼 看百态人间事 请点赞 订阅 栉目 关注写日期 明显 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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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sta music